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再做一个video studio的视频 因为前两天我装了一个video studio 对不对 不过那个是英文的 今天我想咱们再做一个视频 给它装上一个中文包 看看该怎么做 好咱们试试 点击这个开始的按钮 然后咱们找 咱们上次装了video studio 这应该有一个图标 大请看这个地方 这个是启动video studio 2007 不过今天好像有效率说 微软要发布2019 这咱们倒是再说 咱们通过启动这个video studio的insular 进行安装 咱们启动它 试试 OK 因为是在做这种系统机的安装 所以说呢 它需要这个系统的管理员的权限 而且我现在虚拟机 有可能会有点慢 咱们试试 不知道 大家请看 这是它的video studio的insular 然后产品呢 咱们已安装的是2017 然后是15.73 下面还有两个是企业版和专业版 这咱回头再说 咱们想给它装语言包 咱们选择这个modify 当然如果说有朋友说 我这个video studio不能启动了 那选择这个修复 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 咱们试试啊 选择modify 修正 看今天我这个网络速度怎么样啊 好 出来了 大家请看 这是咱和咱们上期一样嘛 对不对 咱们犹豫半天装谁不装谁 今后如果有对这种游戏开发感兴趣的朋友 我到时候再装unity啊 因为当时我也学过unity 好 咱们试试啊 选哪个 选这个 语言包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然后咱们看啊 简体中文 然后是繁体中文 Crisis是什么 捷克吗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韩国 Polish 是波兰吗 还有这个巴西 Losia Losia是这个 俄罗斯 西班牙 土耳其 OK 咱们装个简体中文 看多少 大概需要314兆空间 还是可接受啊 那咱们装一个modify 够 咱们装完之后 看看启动起来 是个什么效果 反正现在是满评英文嘛 不过我虽然英文 也不是说特别好 但是装VS99开发这种 工具的话 还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咱们可以正常使用 哇 今天我的网速并不快啊 每秒钟才达到400K 600 现在上来了啊 我的网速 我试过啊 因为我下载这个 BT下载电影嘛 大概是一秒钟最快啊 一秒钟下载8兆 还算是可以 因为是我们的楼 是共享百兆带宽 我要下载八兆发 估计我们楼的这个 带宽都被我一个人占了 所以说我经常收到这个 IDC的来信 就是说你用的太多了 你应该注意你的使用量 我经常收到这样的信 因为我经常上传视频嘛 对不对 所以说我也挺苦恼 大概怎么办 它这个是大概 十年前定的规矩 因为我们楼时间比较长嘛 十年前定的规矩 一天不能超过多少个G 然后一星期不能超过多少个G 哎呀 规定的死死的 我服了真是 而且一个月还不少交钱 我一个月交大概和人民币100 不到100块钱 不知道咱们国内现在 每月上网花多少钱 我想应该都不贵 现在这个竞争 这个行业竞争多激烈 ISP IDC竞争都是非常激烈的嘛 对不对 哪都一样 好 周安兆 咱们试一试啊 我以后把它启动起来 咱们看看 纯中文的VIO4U9 是个什么效果 因为我说句真心话 我还真没用过纯中文的 以前工作中用的 都是日本的开发环境 然后我在我本地 在我家里 我自己开发一些小程序的时候 装上都是英文的 纯中文的 还真的 我N年没装过 纯中文的VIO4U9了 咱们看看它启动 是个什么样子 反正我是非常看好VIO4U9 包括今后 我可能要做这个 网舌的教学视频 我准备 不采用这个VIO4U9 code 采用这个VIO4U9社区版 我这不已经装完了吗 它在等什么 我看看 关掉了 那咱再等一会吧 故意它再做后期的 扫尾工作 这是什么 Get help from Microsoft IW4U9 support 这个不用管 Need some help 需要什么帮助吗 Check out Microsoft Developer community Where developers provide feedback 这是给咱做一些个回馈 回答一些咱们的问题 论 这是学习 Marketplace 这个是所有的软件 包括所有的手机器都有 都要有这么一个Market Marketplace 商店 让咱们这个买东西 不过VIO4U9虽然说 它是这个社区版 其实它有商店 也可以装插件 和VIO4U code 其实还真有点像 为什么我以后想用这个 VIO4U9做一些开发 因为它的智能提示功能 包括这个项目管理功能 我认为是好于VIO4U9 code 所以我会采用 OK 注完之后 怎么没有热的反应 那注完之后 就回到这个Instagram界面了 对不对 我看看 再点击一下Modify 看我装上没有 它怎么着 得给咱个提示吧 比如说安装成功之类的 对吧 我看看 语言包 进准 再呢 OK 那咱们马上启动 关掉关掉 其实我刚才从 那个Launcher启动 也是可以 咱们再来一次 然后我看一下 VIO4U9 207 我把它发到桌面上算了 Ping to start 这哪个是 送到桌面 等会儿 这个不放桌面 我使用不方便 我看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点这个Ctrl 把它移动过来 这是以前的 诶 不让移动 那我总把它发到桌面 哎呀 温时用还不熟 难道是Ping to start 那放到这了 哎 我放到桌面 给桌面加图标 More Ping to taskbar Ping to taskbar也行 那它会放到 taskbar里面来 这 对吧 然后我把它 再这么拽过来 应该就过来了吧 稍等 再拽一次 摁住 拽 我拽不过来 我天哪 它怎么就不愿 去桌面呢 你看 它就是不去桌面 够宁的 已经不管了 去桌面都无所谓 还是希望它去桌面 算了吧 运行 看看咱们装个 全中文是个什么效果 这怎么还是英文 这应该通过哪 能选择一下才对 它不是说默认 就给它介绍 因为它不知道 咱们现在需要什么语言 我看看 它通过哪切换 option 然后 在这儿敲language 对吧 Long 敲lang就行 国际化设定 选什么语言 简体中文 没有问题吧 选这个environment 里面的国际化设置 点击OK 应该是重新启动 终于启动 OK 咱们ray start一下 把它关掉 看一下激动人心的 纯中文的vivo studio 你看它不在桌面上 非常的烦人 我非要给它拽过来 不可 知道吗 就是拽不过来 行了 知道了 怎么温室连这种小功能都没有呢 应该一下能拽过来才对 好 太激动了 大家请看 这是纯中文的vivo studio 简直太棒了 以后我基于它进行各种各样开发 咱们先试试啊 速度有点慢啊 比如说比如 我下面边比如说 打开新建 比如说项目 没问题吧 嗯嗯嗯 有点慢 然后选择蟒蛇 NoteJS咱干太多了 蟒蛇选什么 我看啊 蟒蛇用程序 选一个 然后 简单在我现在这个目录下 无所谓 先建一个再说 够 我主要看一下 它这个智能提示 提示的到位不到位啊 正在创建项目 创建项目这都这么慢 这是 Intellisense 将会收到限制 正在分析当前项目 我还没 没有什么 作为呢 他就给我 做更多限制 稍等我看一下啊 这个我能不能把它移到 左边来 我喜欢放左边 诶 我给拽出来了 诶 我怎么把它 放到左边 把它Doke过去 停靠啊 我想要的是停靠 停靠到哪 停靠到这 可是不行 让它停靠到左边 还只能停靠到右边吗 回头再说吧 咱试试啊 比如说我在这 开发一个蟒蛇 比如说print 打印 出来了 这个确实是非常好用啊 比如说打印什么 打印一个 hello 比如说 蟒蛇 可以吧 然后点F5运行 这个操作起来 肯定是比 你看 哈喽 肯定是比VS Code 要好用的很多 我看啊 这什么 挑适预览板 三星是什么 OK 启动 没有问题 然后比如说 这个不算 我呢 再import一个 比如说蟒蛇的一个核心库 然后咱们再打印 看看能不能 核心库里面的内容都看到啊 说都看到的话 那这个VS Code 真的比扣的要好很多啊 哎 稍等我敲错了 这个 哎呀 这个提示稍有点 有点不好啊 还是说我使得快 也出来了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OK 那这个确实比这个扣的要好是很多啊 OK OK 我版本是1013 OK OK 哎 怎么还意外退出了 再来一次啊 怎么怎么出意外了刚才 哦 现在是debugger 我知道了 行 没有问题 OK 整个来说还算是不错 都变成了中文 啊 非常的不错啊 今后呢 我的开发工具呢 它也是我的选项之一 为什么 因为它真的不慢 你看我操作这几下 它慢吗 一点都不慢 所以今后呢 我把它也会作为我的一个 主要的代码编辑工具 非常的不错 推荐给您啊 好吧 那么由于喜欢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今后呢 咱们在小马技术的其他视频再见吧 拜拜